我在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的課本都是單色的 而且課本沒有這麼多浮誇的插頭 它都是很俐落的單色的線條 然後在描繪一些 從你們的角度來講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枯燥 所以回到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習慣在上課的時候 接受很多聲光粒詞變得熱衣刺激 我亂講了 我不知道我剛剛講的話 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你如果習慣受到這麼多衣刺激的話 如果你國小國中老師 跟你這麼多會刺激的話 你如果突然遇到我這個 上課也不放單槍 然後也不會跟你看影片 然後也不跟你互動 搞不好你就很難靜下心來 仔細聽這個人來講一下 那你上大學之後 搞不好很多教授他上課 不像中小學老師表演的性質那麼強 那當然也沒有辦法排除 教授也有很多 這個表演慾跟表演能力超強的也是有 那你那時候還能不能夠靜得下 心來好好的學習 當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沒有這麼多浮誇的肢體表情 聲光的刺激圖片跟舉例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靜下心來 看到這個學科的本質 而學到你該學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小朋友為什麼太小看漫畫 有時候好有時候也不好 就是他可能會習慣你 那一種很浮誇的圖像 在傳遞知識的概念 而他沒有辦法精準的掌握 或者是從文字當中的閱讀 來得到來豐富他的素養跟知識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其實在教育的傳播上面 這個文字是最差的 聲音好一些 圖像跟影片更好 但是話說回來 孩子總有一天要長大 他還是要從課本很紮實的來獲得知識 所以我們以前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再去回頭看我以前的課本 都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會對這個科目有興趣 就我們的整個課本都是單色的 然後生物的話有一些照片 它就會幾張彩色頁是夾夾的 那對你們來說 課本當然是彩色的 你是一出生又出生 再參考出去彩色的年代嗎 是喔 你們這麼年輕嗎 差不多十幾年前吧 還是我們有積確期的年代 參考書也是單色的 後來有了雙色套藝 就覺得很厲害 就有一些關鍵詞啊 會有一些什麼 會有顏色 不然你們現在參考書也都是彩色的 對不對 當然售價就變高了 可是售價或許不是你的考試頁 或許不是你在錄的事情 我要講的是搞不好接下來 考卷也會是彩色的 你們現在考卷是單色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課本都是彩色的 然後它變成考卷 它就要變單色 大家知道我要圖成什麼東西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些 油文書的中文版 然後油文書是彩色的 變成中文版 就變單色或雙色套藝 可是它的翻譯也很可愛 因為翻譯的人不知道出版社 不願意把它出成彩色的 所以它就會說 圖中紅色的代表什麼東西 然後紫色的代表什麼東西 什麼我有色盲嗎 看起來明明都是黑色而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我這個例子不常見 可是非常地生動 就是很impressive 你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竟然體會到自己有色盲 那種感覺 非常有意思 好吧 這只是跟大家說啦 這個課本的話 所以你有時候可以試試看 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 我現在越來越少講 就是課本有哪一些圖怎麼樣 然後給你作業叫你去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 我們以前比較有空 我現在連作業都比較少講 你就可以想想看 課本每一個傳達複雜概念的圖 你都把它想成 如果我要把顏色抽 要把顏色抽掉 顏色抽掉的話 那你怎麼樣 讓它還能夠表現出完整的概念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你沒有那麼多浮花的圖像 跟高級的印刷技術 你就是俐落的線條 甚至你自己用明畫 你可以畫出怎麼樣的圖來 然後傳達一個怎麼樣的概念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其實對你的思考跟你的技能 其實都有很大的刺激 而且這個似乎不需要很強的揮畫 就是把一個東西描述清楚 揮畫畫 有空就想想看吧